如果王维也的爸爸不是王忠磊 那么他还有底气公开嘲讽所有普通女孩为农民吗 2017年身家50亿的王维也 用小号晒出了一张与闺蜜的聊天截图 只见王维也的白富美闺蜜口出狂言 声称所有的帅哥都是他们的 其他女生想要微信都是异象天开 甚至直接嘲讽所有普通女孩都是农民 而王维也不仅附和离居笑死我了 之后更是将这种优越感放大在了社交媒体上 而这自然也引起了无数农民的讨伐 称不就是投了个好胎 就可以口出狂言了 确实在其他追星女孩煞费苦心也难求一遇偶像时 王维也就已经凭借显赫的家世 与爱豆共进晚餐寻求抱抱了 毕竟对王维也而言 这些爱豆也不过是自家老爸公司的员工罢了 但他是不是忘了 他的父亲王忠磊正是靠着他们口中的农民小姐姐 才建立起来了影视帝国华裔兄弟 1994年王忠磊和各个王忠君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 通过发行杂志或刊当广告获取利润 一时之间赚得盆满钵满甚至挤进中国十大广告公司 1998年王忠磊带着华裔转型走向影视野 凭借投资冯小刚的贺岁电影系列 狂缆32亿票房 之后更是成立了中国首家专业艺人经纪公司 在第一经纪人王金花的带领下 华裔坐上了娱乐圈龙头老大位置 旗下一人40多位一时之间风头无了 在这样的先天条件下 王文也垄断了半个娱乐圈的帅哥资源 上到景博然 冯绍峰下到各种小鲜肉 纷纷为他作陪 如今面对大众的怒火 王文也也算感到了心虚 删掉农民动态不说 还发布了道歉声明 可这声明却透露着满满的不屑 我并没有认识到错误 只是不想和你们一般见识罢了 如此敷衍的态度自然得不到原谅 可娇贵的公主 哪会顾忌农民的想法 这不 当网友在评论王文也社交动态 而不小心带上其闺蜜奇美河时 王文也也是直接回怼 美河的名字是你能提的 看来 农民言论的讨伐 从未给王文也带来过什么实质性的深思 依旧是那么的猖狂 如今据农民事件已经过去五年了 王文也似乎低调了很多 毕竟华裔兄弟 再也不是当年呼风会雨般的存在了 根据华裔近几年公布的财报显示 华裔已是年年亏损的状态 仅18年到20年之间就已亏损了61.95亿 去年的五月份 王忠蕾兄弟及华裔兄弟 被法院列为了被执行人 涉案金额高达三个亿 许是在大环境里面想 王文也低调了很多 前段时间生日也只是以男友视角 晒出了一张街头美照 反观一下去年生日 光是桌面上的三瓶红酒 就超过了十万元 但不管怎么说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就是不知如今王文也 是否还能大言不惭地 喊出农民二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老门也 非常新人的导演 今年刚刚等科毕业 modulus